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曾珍 首先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始焦点 北水南下刺激下港股连升7日 横止崇上27000点的关口 成交持续畅旺 不过港股技术上已经是严重超买 短期低房会有较大波动 而上周外围方面普遍向好 美股三大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值上涨 通用电器宣布全面重组计划 将出售大部分金融业务并进行大量的股票回购 市场反映正面 中资券商股方面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决定取消投资者开立A股账户的一人一户限制 上限为20户 意味着内地散户最多可以在20间证券行 开设共20个账户 心力今天起实施 市场估计心力令内地券商行业竞争格局加速变化 估计对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大型综合券商 包括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 以及上周五A初上市的广发证券会较有力 而留意今日至股价表现 本地的零售股有消息指出 中央已经接纳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 将深圳户籍居民1000多型来港的政策收紧为一周一行 今日起实施实行 而消息料对本港零售股短期有负面影响 留意股价表现或跑出大事 那么今天大盘的趋势又是怎样呢 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联系 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经理黄岳女士 为我们做出分析 优敏您好 你好珍珍 我们先看来港股方面 我们刚才也是提到说呢 今天已经是连续上涨7天 那技术上已经是严重超买了 那您对港股今天的走势 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呢 港股在这个庞大的成交金额争取下呢 是出现了一个叫预期更为大的一个升幅 那么形态呢也是处于一个欲罢不能之中 在4月9号大事跳空高开之后呢 至今是仍然遗留了一个大型的上升裂口 在26248点至26732点 那么裂口呢有484点 这个裂口呢 暂时可以视为短期后市第一个支持位 也就是说一日很止一天呢 没有跌穿这个26248点之前呢 继续巡顶的势头是不变的 那么一旦出现这个跌破的讯号 可能技术上表示 大市已经是进入一个正常的上升之后的回处 好那再来看一下A股啊 那其实A股呢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就是决定取消投资者A股 一人一户的限制 所以呢也是意味着内地的散户呢 最多可以开20个证券的户口啊 那今日起开始是 您怎么看A股的走势以及券商的走势呢 呃这个一人一户解禁呢 是给投资者带来一个开户便利的同时呢 也将是直接冲击这个券商的业务模式 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一个佣金大战 也就是说呢 从呃13日开始 呃如果投资者对这个证券公司的服务 或者佣金不满意 那么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费经周则去转户 只需要呢到别的证券公司 新开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呃那这个A股一人一户全面解禁呢 也将给这个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权 增加这个A股的开户性力 呃并且呢 就是说呃变相的 逼这个证券公司是降低这个佣金 来呃更多的吸引客户 呃提升自己的服务 呃我们认为呢 到时候A股的投资气氛 将会是更加呃 就是说更加猛烈 呃那么在就是技术分析来看呢 呃呃 从2月9号这个上阵3049点开始的一个小声浪 一直到4月10号 这个高位4040点来计算的话 在短短8周之内啊 累积升幅已经是达到了991点 也就是32.5% 那么在技术上呢 也是处于一个超买 只要呃现在呢 由于绅士是呃继续在寻顶 所以一旦是出现有回土借口的出现呢 呃A股这个这个大势呢 就会出现一些反复 嗯 谢谢邓真 谢谢优敏为我们做出的分析 希望可以帮助到股民朋友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贡股涨4毛 中国移动跌1块6 建设银行涨1毛4 工商银行涨9分 中国银行涨9分 港交所涨11块8 中国人寿跌7毛 友邦保险跌4毛5 腾讯贡股涨2块 金沙中国跌1块4 长河暂时5涨跌 新鸿基地产跌1块 九龙仓跌1块6毛5 中国海外跌3毛5 华人质地跌5分 中海油涨2分 中石油涨3分 中石化跌2分 昆仑能源涨2毛9 中国神华涨2毛5 那么关注完股市 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早上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首先来看一下 中登公司表示说 投资者应根据实际需要开立户口 中国证券引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董事长周明表示 全面取消一人一户限制 为投资者提供方便 但投资者也应该根据 本身确实存在的实际需要 去决定是否开立多个账户 而不要盲目开立多户 周明还指出 取消限制是根据资本市场 市场化 法制化等要求所采取的措施 以方便各类投资者选择 证券经营机构 并按本身需要管理证券资产 同时促进各类证券经营机构 推进服务创新及提升服务 令市场结构更均衡 并提升整体市场效率 报道还指出 去年十一期间 中国结算的统一账户平台上线 正式启用一码通账户 每个投资者只有一个一码通账户 在此之下可以开设多个账户 而内地今日起取消 个人投资者开立A股户口一人一户的限制 允许个人投资者根据实际需要 开立多个户深A股账户 及厂内封闭式基金账户上线为20个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金管局 向市场注资近276亿港元 港股有望再推高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外围资金持续勇港 出发港元汇价多次升破7.75 连汇强方兑换保证上线 香港金管局于10日美国交易时段 向市场注入113.2亿港元 过去两日四次注资操作 合计金额为275.95亿元 按现行T加2的结算机制 香港银行体系 结余将于14日大增至2554.6亿元 创2013年1月以来的新高 港元汇价于3月中起逐步转强 不足一个月已经是触及7.75大关 累计升值0.3% 尤其是经过复活节级 清明长假后的升值压力明显增加 港元汇价于9日已见7.7499 金管局急于同日欧洲交易时段 向市场估出31亿港元 失缓港元升值压力 但只轻微回软至7.75至7.7503左右 10日的港元买盘明显加剧 在欧洲早段更一度建7.7497对1美元 创去年6月以来的新高 金管局分两次向市场注资 62亿及69.75亿港元 但到美股交易时段 港元需求再度增加 金管局加注至113.2亿港元 港交所李小佳表示 说港股将有很大的变化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 出席广发证券上市疑似时透露 说互港通额度一度会扩容 不过是想要耐心等待 因为监管机构不会因为港股几天内 突然成交火爆扩容 但额度一定会增加 而且不会只有两三成 他还认为对港股成交大幅增加 大家不必追究钱从何来 因为香港是利伯维尔厂 但要建立风险一时 近日港股日成交额成交一举突破了 2500亿港元直指3000亿元的大关 互港通核实扩容受到外界关注 李小佳指出监管机构对于额度的讨论 是清晰强细的 有很多的项目议程 目前也谈到了很深的层次 未来会审视市场的整体状况来决定 不会因为前两天港股成交 突然火爆就马上提高额度 但他也强调会扩容是一定的 增幅不仅是两三成 希望大家要有耐心 同时他也强调港股未来会有很大的变化 内地市场开放之后一定会影响到港股 而香港目前已经是自由开放的市场 大家的风险意识一定要建立起来 市场会创造很多机会 但同时也会带来风险 平安50亿站头碧桂园开社区店三四线城市落差待见 4月1日晚间碧桂园公告表示说 中国平安旗下中国平安人寿 已经与碧桂园签署战略协议 拟出资50亿元人民币收购碧桂园9.9%的股权 成为碧桂园第二大股东 不同于生命人寿安邦保险等险资 从二级市场买入经地集团金融街等地产股的举动 这一次中国平安是以参与定向增发的方式 进入到碧桂园 价格较二级市场也有所折价 中国平安可能不会向此前 嫌弃单纯的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 进入到房地产商 中国平安这一次此前回应称 将和碧桂园一起在社区金融领域开设合作 为社区客户提供专业便利高效的金融服务 而碧桂园方面也表示 未来将由平安买或租碧桂园的社区门店 作为综合金融门店 满足碧桂园住户金融的需要 广发证券H股 10日在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而成为内资券商在港规模最大的IPO 广发证券本次赴港IPO募集资金 目前已经是接近了280亿港元 如果请使额超配授权 其总募资规模 有望超过320亿港元 广发证券董事长孙树铭表示 这次赴港上市是公司业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的广发证券将站在一个全新的事业起点 见证新一轮的行业高速发展 在发展战略上 广发证券多角度运用互联网加思维 重视互联网在业务中的运用 目前广发证券已经实现 手机证券为客户提供移动端的 专业交易及自主式理财功能 网上交易金融终端和网页交易平台 可为客户提供PC端的专业交易服务 官方微信为客户提供 实时信息服务和互动咨询 一桃金网站为客户提供 公司和第三方理财产品的 自主式互联网平台等 那么以上就是由要在财经台 为您直播的护港开始通 谢谢观看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